浅色针织衫搭配牛仔裤 随性打扮依旧藏不住帅气 Burz重创南韩观光 为了挽救旅游市场 找来男神李敏昊当救火队 阳光形象还有着让人脸红心跳的笑容 都教授金秀贤也来参与咖 两大男神竭力宣传 但民众还是有点怕怕的 如果是亲友要过去 目前我还是没有很赞争 不要为了省钱 就是想说探个小便宜 这时候去韩国玩 其实还是有点风险 本来暑假是富含旺季 但是受到MERS影响 和去年六月相比较 台湾到韩国旅游元数短少 不成长超过七成 南韩公布目前有连续23天 没有新疫情出现 旅游业叙事待发 看好韩国旅游市场回温 国内两大航空从下个月开始 逐渐增加班次 华航从每周42班飞往韩国 在六月中砍到14班的班次 从下个月开始逐渐增加 长荣也会有大型飞机 飞往韩国恢复原有班次 旅行业者则是抛出低价抢客 五天四夜的韩国行 不管是时尚都会区 还是游乐园 统统万元有找 四天三夜也推出超杀 价格抢客不到九千块钱 就能成行 在六月份的影响不是那么明显 那到七月份几乎到旅行社这边 大概出团率 大概只剩下原本的 大概百分之十不到 MERS疫情让南韩光是六月份 就少了将近百亿美元的观光营收 国内旅行业者也是受其害 尽管卫服部机关署 解除南韩旅游疫情警讯 航空业者也寄出同期 下沙五到六折的优惠 但能否让消费者买单 恐怕还得再观望 记得陈旭 张静萱台北报道